现在我们开始装模 装模方向 就是往这么低 里面也是这边 就是正面 做这个 然后把这个方向走 然后往这个方向来 进到这里 都固定住 先固定一下 把它扭一下 我们先放下去 然后呢 先拿个纸 就根据这个模的长度 来根据跨那个中心点 一般呢 经过这个滚火 的后面 穿过来 然后到这个滚火这里 往前面压一下 到这个压模杆 先把它拉上来 然后把模穿进来 好 到这个时候先拉长一点 经过这个 走走滚头 然后先把这个模 下拉 到这里 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 再拉上来 再往上面也走 再拉少一点 然后到这个 走滚头 这个模呢 先把这个 天马屁 提起来 然后把这个模 停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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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进过这个 上面这个滚头 然后进过这个 上面这个滚头 然后进过这个滚头 然后这样挖沙压 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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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滚头 是往这边 这个方向 往后了 往后里面拉的 然后进过这个滚头 都是滚头 它是从 然后进过上面这个 都是滚头 你来上面那个 下面那个去 然后 往下面这个方向 先拉一下 到这边 这个都是滚头 也是往下面延伸 到后面 往下拉 然后到这个 这里有个射标 射标 射标是把那个 模称到上面去 然后经过 下一个 走滚头 这个呢 往下面延伸就行了 然后到前面那个 这样穿模就可以了 然后到 穿模完成了 现在到这一个 到 就把那个膜 穿到神经器里面 先把这个 折一下 然后 往这里 那个缝隙 慢慢的 塞进里面 然后扯在这 这两脚 让我慢慢演示 然后 随手到这里 然后 左右 把这个 摆动 先把这个打开一下 然后 看到这里 然后把这个毛 看到这里 往下拉就行 可以吗 进来拉 坐那边 然后这个 红手在里 好 这边这个 摸了两次 进来 拿起来 这边一下 这边一下 把这个封住 既然把这个卡住 不然的话 可以掉 然后按那个中风 这个 先来照顾一下 我要再按 拉膜皮带 自带一个 这边都是这个 红带条车 从这边来就OK了 从这边来就OK了